疫苗陆续来台后 民众都希望尽快施打疫苗 回到稳定生活 但立委张其路表示 根据目前登记数据 以及全台剩余的疫苗量来看 可能有多达277万人 无法接种到疫苗 呼吁政府应该务实建立官民合作桥梁 拓展更多的疫苗采购管道 其实真的 其实现在只要把疫苗 真的好好的施打下去 这个覆盖率够高 其实我相信民众的愤怒 也会减轻的 其实这个对执政党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政府应该是真的 他既然已经口头也认为说 可以说有个官民合作等等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要真的是做实的 而不是在这边 我们觉得说 一边好像还是 觉得好像被他买到了没有面子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在真的在体制上 好像还是有点在卡了 这些民间单位一样 其实这是并不好的一件事 立委高宏安则指出 虽然13日起开放18岁以上民众 登记施打疫苗意愿 但学生族群依旧没有疫苗可打 如今面临7月底指考于9月开学季 学生疫苗施打策略也应有系统性的部署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有一批由民间采购捐赠的BNT疫苗 那这些BNT疫苗现在目前现阶段是全球唯一一个疫苗是可以开放12岁以上青少年来进行接种的 而且我们甚至根据辉瑞的相关的研究显示 接种疫苗的青少年 它产生抗体反应的表现是比成年人要表现得更好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目前希望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民间企业的单位 采购进来捐赠的这一批BNT疫苗可以优先保留 让我们的学生族群来进行施打 民众党团呼吁政府应有清楚明确且扩及全国的解封目标和策略 并且加快疫苗采购提升施打率才能真正迈向解封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